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Ferbicio Romano在约翰讲什么之前 有个消息Ferbicio Romano就报道 皇马正式软拒了国际组业搞4年1度的世界冠军球会杯 他们的领导安宅乐题是这样说的 皇马正式软拒了国际组业的邀请 为什么呢 皇马踢一场球 都超过2000万的欧罗 要给的钱 国际组业竟然 想着整个这样的比赛 就是给这个钱给我们 所以 皇马就会远距这个邀请 这个世界冠军球会杯 将会改制的 4年一次 每个 比如欧联 或者 亚联 亚洲冠军球会杯 冠军就会去 另外也有计算一下 亚洲冠军 皇马当然 赢了超过一次 这四年里 一定有他的份 但是 他就说不玩了 说真的 不知是否又再有机会牵起 欧超联的想法 因为 之前大家都听过 欧超联的故事 这个国际组业搞一个世界冠军球会杯 想着 朝向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看来 皇马就不是很败 好 说回我们的情况 Fabricio Romano作客 第一件事 当然是说坦克 他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尖尖 团队要玩这么久呢 他就说因为 要想好所有的选择 才做出一个决定 所以 比平常一个决定 领队的生死比较久 因为 除了可能会找新领队之外 继续坦克也是一个选项之一 所以他们就说要想清想错 说真的 我就觉得 你想得太清太错 或者想得太久 绝对有影响 因为有些朋友就说 给时间 让他做事 但Fabricio Romano一直说 这个 他就说了 其实一天决定不了领队 是会对转会市场 有一个很大影响 一直说下去会说 OK 他就说 坦克是清楚知道 球会在做什么 所以也都静待消息 球会也都要照顾坦克的感受 所以 延迟了很久 大家估计 Fabricio Romano就说 今周应该有消息 但是 这件事已经说了几次了 所以 就 遵守不遵守 大家都不知道 还有 有些朋友说 是不是不用宣布 坦克留任 因为坦克留任 他还有一年约 不用宣布 但是根据Fabricio Romano的说法 就应该都会宣布 因为 这个就是和 转会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主持人就问 修夫基 蓝集 怎样的情况 Fabricio Romano就说 修夫基 Enios和他 很关系的 很友善 但是据他所知道 没有谈任何 没有谈任何 认真的讨论 纯粹 友善 但是 尤其是现在修夫基 都要集中欧国杯 所以 如果真的要等修夫基 起码都要欧国杯之后 很大机会 只是只能搞 搞到欧国杯7月 难道真的 转杯市场站在那里 自从 杜曹说 不玩之后 这个消息流出了之后 他们就说 Fabricio Romano 对于万元来说 这个消息 不是太理想 因为 足以证实了 万元有接触其他领队 但是说真的 Fabricio Romano 也说了几十万次 我想 大家都会明白到 你说的 都是有可信程度高 所以 都不用杜曹说 不玩一下 消息出来 大家都知道有接触 除非大家不相信 大臣 然后他就说 原来 当然 现在没有杜曹之后 大家画面看到的 普及 Decibi 都是大机会的 热门之一 加上修夫基 但是原来有趣 原来Decibi 首先第一件事 他说现在这一刻 曼联也没有直接找过 Posatino 或者Decibi 迪舍比 白利顿 之前的领队 没有找过 原来白利顿和Decibi 还有一些 还没搞完 虽然现在正式分手 但是他还有一个 例子 就说有几百万 原来 不知道哪个没给哪个 应该是 白利顿没给 没找数 给Decibi 如果谁要Decibi 去帮忙做领队的话 就要帮白利顿 找到那条数 所以如果 想请Decibi 就不是完全不用 给分手费 你也要帮 白利顿 给500-600万磅 左右 给Decibi 所以 也是有个 但是两个领队 Posatino和Decibi 都希望 尽快可以交回英超 球会 大家要留意 领队大致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未有定案 还是一个原案 为什么会影响到 球员买卖呢 现在就说了 他就说了 之前就问 Olesi 水晶公的中场球员 他就说曼联仍仍在竞争 车路士 亦都竞争 但是车路士相对来说 就没之前那么紧 追这个转会 因为他们就希望 尽快可以找到他加盟 就是说 车路士希望所有转会尽快做好 他们可以做一个 比较好的 跪前热身的 准备 所以 Olesi如果搞得久的话 车路士就有机会退出 但是最重要的 其实Olesi在等着什么呢 就等着 球会包括车路士包括曼联 告诉他 究竟球会的project是想做什么 第一样就是你首先要决定了领队才行 如果领队还没决定 你怎样可以告诉球员 这个project是什么呢 因为领队也是一个project里面 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在这个范围来说 车路士就被曼联休胜了 因为车路士已经有新领队了 而曼联仍然很自然而不决 还没知道是不是 坦克继续流任 当然 如果 可能暗瓣底 Nios已经 决定了的话 他就可以谈了 但是是不是 又未公布 球员信不信你呢 令到这件事复杂了很多 所以 一天没决定领队 或者一天没讲清楚 谁做领队 绝对是对球员的倾的买卖是有影响的 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好了 另外就讲一个前锋 Cirkey 就是布诺尼亚 布洛尼亚的一个前锋 但是 这个机会和我们 虽然有 曾经传过 但是也不会 因为 为什么呢 他说 这个球员都很想去 AC米兰 而AC米兰也有很大机会 行驶 买断条款 所以这个球员 应该去AC米兰的机会 已经相当之大了 虽然未来 另外就是 Sasco 球会追踪的球会 包括曼联车仔 和阿仙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 萊比锡 红牛 亦都想和他续约 因为他们都想留下他久一点 还有将会的project 展示给他看 就是你将会是我们的正选 即是必然正选之一 也就是球会会找多些球员来一起 越做越好的 希望可以 所以呢 这一件事就是 萨斯高是有机会不走 亦都有机会去英超 所以他都还没决定 但是他就说 萨斯高应该7月之前 就很大机会做出决定 所以呢 曼联也是让了人半臂 因为领队那里不知怎样 除非阿马蒂我也是那句 阿马蒂其实决定了 是坦克的 不过就 没说 如果不是的话 又让人半臂 即是你说的project 天花龙奉都没用 你都不知道哪个领队大 对不对 OK 接着就再说到一个 我们的中场球员 和我本来好朋友的 Jal Nervis 即是宾飞加的中场球员 之前曾经说过 我们出过超低价的搞笑 现在 宾飞加就说得很清楚 1.2亿买换条款 1.2亿 一是1.2亿 不过你走开 现在有兴趣的球会 包括曼联 阿仙努和曼城 所以 这一件事就会继续谈下去 不过大家都知道 和宾飞加 转会是 超级困难的 每一次都这么困难 还有 而且 还要有曼城 阿仙努争 其实 很下风 除非他 跟班努很友善 一定要跟班努踢球 除了国家队 球会也要跟他一起踢 不然机会就会比较敏 再者 就算我球员真的想来曼联 曼联又能不能拿到 1.2亿 我刚才说千亿 1.2亿 欧罗 真是不知道 中坚方面 包括有托迪堡 和卫尔 昨天说的那个 卑维 突然忘了他的中文名 明天看了 前段影片有说他的中文名 忘了 爱华顿哥中坚 两个仍然是在标准的 但是 这个也是 领队的影响 因为这两个球员 坦克也是OK的 但是他就说如果真的要 落实去签他们 也要确定领队 接受才行 如果是坦克就OK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也要看新领队是哪个 才可以正式去谈 所以也是卡住了 所以 一句说完了 一天不确定哪个是领队 起码 我们知不知道 不要紧 是曼联高层尖尖全队 决定了尾 他们决定了不公布 就没问题 但他们没决定 就是大问题 大家搞清楚 整件事 另外最后说到左闸 Kursky 这位球员就说 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曼联就已经 跟他們的經理人說過一下 左閘那裡 我不知道 說真的 如果是蘇爾正常常 如果 馬拉西亞都不知道能否能扔回 如果能扔回的話也算有兩個 但實際上現在是零 所以都是要買的 最後忘了 還有講完入 出 就是Greenwood和新組 他就說 Greenwood是進子良好的 因為已經用很多很多的歐洲求戶 都在商量 所以應該 都很大機會走到 不過怎麼走法就不知道 拿不拿到目標的串倍費 不知道 另外就是新組 4000萬 跟之前說的一樣 哪個球員都可以了 你留4000萬就拿去 我已經介紹了 保心曼聯你就去找大巴黎 跟他們談談 他 踢那對多蒙特也是踢走了你 剛剛那屆的歐聯 去買回別人的球員 就這樣決定 OK 但是 最後也說了一個很有趣的事件 他說 我們之前說 因為FFP問題 一定要賣了人才能買人 他說這個轉換箱 暫時 應該 不是 但是他沒有覺得很清楚 我懷疑 他就說7月1日之後 7月1日之後 剛剛 三年最早的那一年 大前年 數字就結束了 重新計算過 可能因為這樣 因為跟COVID 始終有影響 可能這個影響小了 可能我們會鬆動一點點 總之他就說 不是一定要賣人 才可以賣人 不過亦說